你引发很多揣测 一个是说 糟了 研发失败 乘到海底去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然后另外说 有人被印尼买走 到底怎么回事 它这次研发 那个微星潜舰 可以说是 其实说也是由 卫星的照片来判断 判断不见了这样子 对 它在2014年的 这个卫星照片上 看到这边有个小帆照 那这个时候 它们从这个帆照的大小 跟另外在水面上 可以看到这个大小 推测这个潜舰 大概差不多30到50公尺 小台的 对 也就是说估计它的大小 大概差不多500吨上下 那中国大陆 干嘛要造这种500吨的潜舰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 它现在这个潜舰数量 可以说非常的多 它有09 那个039 那后面有041等等 柴电潜舰 或你说核动力潜舰 093 094 真的可以说数量非常多 而且庞大 还有跟俄罗斯买的 那它要造这样小型潜舰 干什么 就真的很奇怪 那这种有几种可能 第一 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沿岸 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大陆棚 有需要 对有需要 你看这种500吨的这种潜舰 就像你现在画面上看到 这种德国做的S-206潜舰 一整台 大小 对大小就像那个样子 很小的 那就是说这种潜舰能干什么 大概就是在大陆棚区 进行一个伏击所使用 那你说中国大陆 真的需要这样的潜舰吗 那当然中国大陆 它那个总装 它需要什么样的 这个为部队购买 什么样的装备 他们自己决定 但是说真的 以目前中国大陆的需求来讲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你看 像我们这边这个照片上 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206级 207级潜舰 它这个大小就真的 它这个前面大概 可能装个几枚鱼勒 而且打个一次 就差不多打完以后就跑了 所以它只能在这种 大陆棚架之间 做这种巡逻 或说伏击之用 那对中国大陆来说 有没有这样的需求 我个人认为 需求应该是不大 所以它的确很有可能 是作为外销 那外销的话 卖钱的 对 拿来卖给别的国家 那买了别的国家 因为像这样的潜舰 跟大型的这种潜舰 我们讲到3000吨级的也好 或甚至于3000 4000吨的这种 财电潜舰也罢 它相比之下 它的费用会相差相当的大 那就有可能是 这些可以跟中国大陆 买得起中国大陆 军备的这些比较 相对来说 第三世界国家 负担得起的